3月4日,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,前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,特区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等47人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,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刑事罪行条例,于3月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。 因被告人数众多,聆讯历经四天,于3月4日晚间结束,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5月31日下午再训,被告暂需全部还押。 47名被告包括戴耀廷、欧诺轩、赵家贤、钟景林、吴正亨、袁家卫、梁晃伟等,他们被指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间,在香港一同串谋及与其他人串谋,旨在颠覆国家政权,而组织、策划、实施或者参与实施,以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,严重干扰、阻挠,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。 3月4日晚,裁判官在听取所有陈词后裁定,批准15名被告的保释申请,香港律政司及时对有关裁决提出上诉,所有被告需继续还押。 控方表示,因需进一步调查,包括见证400多项数码装置的资料、调查资金流向及法证分析等,申请将案件押后至5月31日再讯,获裁判官批准。 另外,因戴耀廷在2014年违法占领案中的保释于当日早些时候刚被上诉庭撤销,他本人已撤销于本案中的保释申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